上一條影片我們就看完富士 現在我們就逐個風格去看一看 這裡就是最熟悉的SONY 風格真的超級大 真的很大 首先我們會看到鏡海和機海 還有最新的51.4 GM 還有2070 F4 G鏡都會放在這裡 盛傳還有一些新機好像遲些會出 但是暫時當然未公佈的東西 就不會在這裡看到 所以暫時可以先看著這些 再進入裡面當然是大家的視機視鏡區域 還有最重要是有模特兒給大家拍 SONY這個部門的特點 就是中間這個區域 有八個至十個的模特兒 讓你們試相機和鏡頭 還有圍繞著也有超級多的相機和鏡頭 讓你們去試 基本上都不用怎樣排隊 都已經有得玩了 現在就在排隊 終於去到這個SONY的大炮區域了 你要事先選定你想試 什麼的鏡頭 我選了Alpha 1加684 現在就差不多到我了 現在到我玩這支684 其實之前都玩過 但是我想說這個位置是挺正 因為它的波幅夠大 然後它可以延伸了第二層出來 還有就是現在這個位置 好像居高臨下一樣 有時候你試一些長炮 其實在一個場館裡面 沒有什麼可以拍的 但是現在拍下面的模特兒 其實你都還可以拍到一些大頭 就算真的叫做視鏡頭 也有些東西可以讓你試一試 還有就是這麼高的位置 沒有什麼阻擋 所以這個位置挺好的 這個位置就是展示了SONY的一些Pro的視鏡頭 在這裡給大家試 但是就要預約了才可以玩得到的 SONY的FX系列 由3到9都有放出來的 就配合不同的鏡頭 電影鏡都有的 另外Fanus 2都有放了兩部在這裡 給大家可以試的 SONY這個BOOF 我們差不多看完了 新的來講當然就有先前已經試過的 51.4 GM 還有2070 F4的G鏡 當然機身來講 暫時就沒有新的看 但是呢 盛傳都會是 接下來會有一些新機會出的 但是就可能是CP Plus之後 所以暫時大家還可以以一個期待的角度 去再等下先的 要買新的就可以不用那麼快走著 在SONY旁邊的就是Nikon Nikon這個BOOF 有很大部分的地區都是 展示了它的Z-FC 還有這個Z-30的機器 這支就是傳說中4000多元的餅鏡 26.8 GM 小的真的挺小的 貴的真的挺貴的 Nikon暫時就沒有很多新的產品公佈 其中一支就是這支 26.8 GM 現在就在Z-Loma II上面 這支Z-Loma II上面是比較薄一點的 還有做工上是很明顯好一點的 都非常輕的 那究竟它的表現是怎樣呢 初步就這樣試 對焦都… 中規中矩 就不僅要很快 但質素上來講 很難就現在直接這樣試 只能夠就是說 受感上就很輕 還有我自己都覺得定價有點貴 盛傳本身就說 它可以加一些Adapter 變成Y鏡或者是軟眼鏡 但現在就已經沒有這件事了 其實就… 所以變了這個4000多元的定價 似乎有點太過進取 而且這裡還有一些機械公仔 應該是有點人工智能的 是可以跟人互動的 不是說粉紅色的那個 前面那個 你看這隻公仔多受歡迎 嗯…是…是… 另外這個就是傳說中的黑色CFC 想不到要在日本才摸到它的實機 那其實就沒什麼大分別的 主要就是黑色的而已 這裡就展示了所有不同配色的CFC在這裡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配色是挺帥的 這一個就是NICON的機頸海 NICON是沒有出大機的 其實都是Z9來的 這支就有了 但這支借也借不到 看來看去都還是… 見不到傳說中的APSY鏡 那什麼時候才會出呢 鬥快了大哥 還有第二個任務呢 其實最主要都是想看看 可不可以試到這支Z850 1.2 但試鏡頭呢都要拿醜的 現在還差三十幾個 在等著的過程呢 我們可以說一下 就是今年究竟可以 預期見到NICON有些什麼 暫時在CP Plus 就只有兩支新鏡而已 那其他新機 都未見到有什麼中型的 那還有消息就一直都有些 但是都是未太確認的 那但是我估計 這個傳聞中的Z8 理論上都真是 不會說假都去哪裡了 那另外Z63和Z73 理論上都差不多時間 是要推出的了 那所以今年來講 如果大家想買機的話 都還可以先保持著的 就是看看這個4、5月打後 會不會還有多些消息 甚至乎 其實可能新機是在4月才出的 上面這個位置 就是NICON的長炮區域 但是比Sony那個 是真的小很多的 而且只有 眼見只有5支長炮而已 好了終於拿到手了 就是這支NICON的85 1.2 好 鏡頭來講其實 沒有想像中那麼重 但是 對焦都 都是那種中規中矩 又不至於非常快 重量比我預期之中輕一點 但是尺寸也挺誇張 大過我才是50-85DS 真的 挺霸氣 說到氣氛來講 其實這裡也不錯 你看到人流好像不是太多 其實因為外面已經打了蛇餅 就是控制了人流 所以才不太逼人 去完Sony和NICON 當然要去Canon 還有今次Canon都有職員 去帶我們進去BOOF參觀 好了 現在我們就進去Canon的BOOF裡面 這裡就是一個 花式單車的區域 給大家試機試鏡頭 另外當然不少這個Model 放在旁邊的當然是最新的R8 還有就是R50 但是因為我現在收頭上這部 都是R8 所以其實剛才走過去拍攝的時候 那裡的職員都有點奇怪 咦 怎麼這傢伙都拿著R8 當然R3都會有給大家試 這裏其實就是示範著兩部機 穿了防震和沒有穿防震的分別 大家玩開相機就覺得沒什麼特別 但是其實對於很多 不是真的那麼認識相機的朋友 這樣看是會真的清楚很多 在Canon的這個機鏡的位置 可以看到現在現有RFMAN的所有機 還有一些閃燈和一些配景 接環 還有一些新的RF鏡頭 雖然這幾支好像沒什麼看頭 這支就是早前和大家試過的RF1351.8 最後就是這四支白色的大炮 連1200mm也有放在這裡 這些就是很常見的 一些鏡頭的橫切面的模型 其實有什麼好看的呢 其實大家可以有時候了解一下 就是你說那些鏡頭這麼大 但是其實裡面真的裝了多少東西 如果你真的看回 這些其實它的邊位 都真的用到一些空間都用得很盡 所以就其實要小 它們可能已經是小到最盡 就是叫做盡了力 所以就有時候可以真的 看看這些去了解一下 另外這裏也有一部EOS R的橫切面 可以看看其實我機身裏面 就是這麼多東西 基本上好像真的都擠得很密 如果真的要加什麼防震 有時候有什麼散熱的設計 其實其實都挺巧氣的工程師 在這麼小的空間裏面 再加加減減的 真的不是這麼簡單 另外這個試大炮的區域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就是在整個BOOF的上面 又是可以居高臨下去試大炮 這一支又是1200mm 其實我上次在HACIF 都沒有怎樣實質去玩過 這一支就是之前跟龍友一起去拍過影片 介紹過的600mm 另外Canon 也有放這隻TASCAM的 Audio Adapter 在這裡 可以看到他們應該都合作得不錯 很少許一些相機廠 會將一些第三方的產品 這樣放在這裡給大家看 相機之外 Canon 的Printer 都是他們的大業務之一 好 現在我們就準備體驗這個VR了 為什麼是我們呢 因為龍友已經加入了 還有肥老巴人 好了 現在準備體驗這個VR了 首先就要有些少許的防疫的東西要做 接著就要準備戴眼鏡 其實它有三個主題選擇 一個就是看一條Youtuber拍的影片 另一個就是野生動物 第三個就是一個古蹟 一座廟的風景類型的影片 我現在這一個就是野生動物 我就可以看到幾隻死火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鼠鼠 很想它走近一點 但我想它應該盡力了 就是用這個VR的相機去拍這幾隻野生動物 其實已經要放得很近了 之前我也體驗過 就是用來拍Lolito的歌曲 人的動作在VR的鏡頭前面 很近的時候是非常之突出的 就是好像在你面前動 看野生動物是真是第一次的 看到幾隻鼠鼠都挺立體的 但是如果它前景再加多一點樹 在這裡動一下動一下的話 那我想那件事是更加立體一點的 我們每個都是這樣拿著手機 又要拿著眼鏡去自拍 現在又體驗第二個VR的影片 都是3D的VR 但是就做了很多電腦的CG 在裡面 就變了多了很多東西 在畫面前動來動去的 有很多的Graphic的東西 CG的東西 就是讓它飛到的 令到那件事是真的… 立體感是真的… 厲害了很多 很多東西會飄過來 就是讓子彈飛的那些 那顆子彈飛到畫面上 但是同時間也有真人在裡面 那人就會前後走 看完兩個VR 現在就是這個MR的 其實都會看到一個實際的畫面 真實的場景 前面就會看到有三個白色的框 那應該… 我現在是可以看到 我自己拿著機來自拍都可以 因為所有東西是會看到真實的畫面 那另外它又會有一些CG的效果在裡面 其實都是跟剛才那條VR的片 內容是一樣的 但是就現在好像變了真實的 那件事在現場出現的畫面 但是當然現場呢 其實就沒有的 那三個人是看不到的 你現在是 但是我就看得到了 還有一些Graphic的東西 都會在這裡出現 然後自己動過 視點呢 所有東西都會動 還有我覺得這個解像度 好像再厲害一點 再高一點 那看來這個 好像個人的 因為它叫我touch 但是 我不知道怎樣touch 因為我現在就沒有手了 其實我想它意思是可以做一些互動 跟畫面 但是就… 我沒有手了 真的很好笑 但是那個體驗是OK的 那很幸運呢 就撞到一位 就是我們的群組友 就是阿添 剛才你都試驗過這個VR 你有甚麼的感受 我覺得就一般般 是啊 因為它的解像度不是很高 是很VR的 但是解像度不高 你就好像在玩以前比較舊款的那些VR遊戲 那比起 如果你之前 我在HKCIF玩的那個 反而那個更好一點 因為那個 可能它用… 它的解像度高很多 是 而且在用VR眼鏡看 你真的會看到 好像那個人走在你面前 這個 因為它的解像度不夠高 那不夠高 已經沒有甚麼人 已經看到 所以就沒有甚麼特別 所以 這些就… 就是大家都想 體驗一下的話 好像Canon的Show Room 也有得事 那就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還在播放我的那條呢 那可以再去體驗一下 在這裡看 其實都幾虛陷 都幾多人的 那今年Canon 暫時就最主要有R8 和R50 還有幾支比較入門一點的鏡頭 那其實呢 今年我想 都應該還會有很多新的產品會出的 但是就可能在CP Plus之後 那所以暫時在這裡 我們只可以看到 兩部的新機 那之後 究竟會不會有這個R5R2 或者是甚至乎R1那些 那就是唯有是 拭目以待 我最新的 我會 concluded 你們要也要在之前 四個 Alger 都在 risque 真會 86 相信 ,